这期,来分享荒岛第24集,夏雪看着我严肃地说道,你别吭声,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听我说。 我看夏雪一脸严肃的样子,就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了那里。 肉丸子和叶子棋两人对视了一眼,也坐到了客厅里,夏雪看着我们笑了一下,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一菜一粉到今天已经开业一个月了。 我听了夏雪的话,尝出了一口气,他大爷的,原来是饭店开业够一个月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白让老子紧张了半天。 夏雪看着我们几个说道,我们自从采用了一菜一粉的策略之后,饭店的生意一直比较稳定,我们现在每天的营业额平均在一千五百块左右,上个月我们刨除费用,赚了三万一千七百块。 哎,上个月累死累活的,才赚了三万块,肉丸子看着夏雪叹了一口气,照这个样子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赚够那一千万? 肉丸子看着夏雪笑嘻嘻地说道,夏雪,要不然这样,我们干脆卖个此碗得了,一个此碗就可以卖五千多万呢。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肉丸子,我早就说过了,你别打那几个此碗的主意,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赚到一千万。 土包子,我就喜欢你认真的样子,夏雪看着,我高兴地说道,虽然第一个月我们只赚到了三万块,但是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赚到一千万的。 包子哥,你是最棒的,叶子琪眯着双眼看着我笑道,我对你有信心。 好了,咱们大家商量一下饭店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夏雪看着我们说道,我们的饭店现在可以说已经在江海线站住了脚,但是老是搞这个一菜一粉的话,每天的营业额还是太少了,我们得想个办法把营业额提升上去才行。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夏雪,你不是上次说我们大家都去吃烤全羊的吗? 肉丸子看着夏雪说道,我打算去烤全羊那里看看,然后回来开发一些新的菜品,比如烤羊腿和烤羊排之类的。 反正我们的山羊也是从迷离岛运过来的,肉质和口感都跟这里的山羊不一样。 只要用心加工一下,烤羊腿这些菜也应该大卖的。 这个主意不错,夏雪看着肉丸子点了点头,最近饭店太忙了,这样吧,等刘盈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吃烤全羊,你正好也可以去那里偷偷试。 爷,肉丸子高兴地喊了起来,太棒了,终于可以去吃烤全羊了。 子齐,你对饭店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夏雪看着叶子齐问道,我觉得吧,如果我们饭店的菜品不断增加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外卖派送。 叶子齐看了我一眼,到时候我们饭店里可以招两个小工在厨房帮忙,让包子哥专门负责送外卖。 也行,夏雪看着叶子齐赞道,你的这个主意也不错,土包子,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我看着夏雪说道,你们大家提的建议都非常好,现在可以睡觉了吧。 你这家伙,平时就你的鬼点子多,你到这时候竟没主意了,夏雪有些恼怒地看着我,我不管,过两天你给我写个饭店发展规划出来,要不然有你好看的。 发展规划,我看着夏雪哀求道,夏雪,能不能不写啊,我最讨厌写东西了。 不能,夏雪一口就回绝了我,现在大家都回去睡觉。 夏雪说完,她拉着肉丸子和叶子齐就回屋睡觉了,我起身也回到了屋里,我站在屋里练了一会拳,接着就躺那睡了。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吃了早饭就去饭店上班了,饭店的生意一直不错。 季空门那家伙虽然老站在生猛海鲜里观察我们,但是他的饭店却没有什么促销活动。 那天中午,我正在前面的餐厅帮忙,叶子齐的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说道,四叔,我正在忙,你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反正叶子齐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看,她拿着电话说道,四叔,你等一下,我出去再说。 叶子齐拿着电话跟我打了个招呼,包子哥,我去外面接个电话。 行,你去吧,我看着叶子齐说道,饭店的室友我,别急。 叶子齐拿着电话,推开饭店的门就走了出去,我一边忙着饭店里的事情,一边朝外面看了两眼,我发现叶子齐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她的脸色很不好看,而且看她打电话的样子似乎很生气。 叶子齐在外面打了一会电话就进来了,下雪见她的脸色不好看,就站在那里问她,子齐,你没事吧? 没事,叶子齐看着下雪应了一声。 下雪看着叶子齐关心地问道,子齐,真的没事,我看你的脸色不好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真没事,叶子齐朝下雪笑了笑,家里人,陆奶倒睡,铠鱼,谢坠。 下雪看了看叶子齐,她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几个在饭店里又忙活了一会,饭店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四个人在饭店吃了午饭,接着就走出了饭店。 下雪走到我旁边,低声对我说道,土包子,叶子齐今天好像有事,我和肉丸子先走,你等会关心她一下。 行,没问题,我看着下雪说道,这是交给我了。 下雪朝肉丸子喊道,肉丸子,我的面膜用完了,你跟我去那边的店里买包面膜。 好嘞,肉丸子拉着下雪的手,俩人就朝附近的化妆品店走去。 我跟叶子齐朝公寓走去,我看着叶子齐轻轻地问道, 子齐,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我看你挺不开心的。 没事,就是我爸妈和四叔他们挺烦的,叶子齐看着我轻叹了一声,家里人一天到晚的老爱管我的闲事。 老人们都那样,我安慰着叶子齐,家里人是不是又说你什么了? 包子哥,你不知道,叶子齐看着我有些激动,我家是个封建家庭。 我家人从小就管着我,我下面还有个弟弟,他们平时都不管我弟弟。 我看着叶子齐笑了笑,你弟弟是男孩子吗?你是女孩子? 毕竟不太一样的。 我都多大的人了,叶子齐看着我气呼呼地说道,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不愿意被他们操控,当他们的傀儡。 就说我这次离开学校,跟你们出来开饭店吧,叶子齐生气地说道,当时我家人死活都不同意。 他们当时还说,如果我跟你们开饭店的话,他们就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这是怎么说呢? 我看着叶子齐说道,其实你家人也是为了你好,毕竟有个学历。 出去工作会好很多。 得了吧,叶子齐看着我说道,包子哥,你又不是不知道? 燕京大学出来的高材生还去卖猪肉呢? 我觉得我早点步入社会也挺好的,就跟你一样。 如果你以前没在农村生活过的话,那你在那个荒岛上早就饿死了。 人生没有回头路,我看着叶子齐说道,反正你自己的事情,想好了就行。 我觉得我来江海县开饭店挺好的,叶子齐看着我笑了笑,包子哥,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够赚到一千万的。 我听到那一千万就有点头疼,他妈的,你们一个个都对我这么有信心,万一年底我赚不到那一千万怎么办? 不,我一定要在年底赚到一千万,我不能让下雪嫁给那个呆子。 我看着叶子齐问道,对了,你四叔刚才给你打电话干嘛呢? 还不是那什么叶子齐突然看了我两眼,他直接挽着我的胳膊,嘻嘻笑道,包子哥,你帮我个忙呗。 我看着叶子齐那笑嘻嘻的样子,心里有些好奇,说吧,你准备让包子哥帮你什么忙? 哪怕是为了你上刀山下火海,你包子哥也愿意。 包子哥,这可是你说的,叶子齐笑嘻嘻地看着我,你可不能反悔。 我看着叶子齐的样子,隐隐有些重计的感觉,我揉了揉,则看着叶子齐,子齐,到底是什么事? 磊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叶子齐看着我笑了笑,我不是在江海县这里跟你们开饭店吗? 我家人老觉得干饭店没啥出息,他们让我四叔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说是下午让我去见见,我正为这是发愁呢? 你四叔,我看着叶子齐问道,我四叔在江海县这里卖海鲜,他人挺老实的,就是跟我爸一样,有点死心眼。 叶子齐看着我说道,这对象是我沈给我介绍的,他对这个对象很满意,老在我爸面前夸这个男的,我爸非让我今天下午去见见。 包子哥,你可是答应了我的,叶子齐看着我顽皮地笑了笑,你今天下午就去我四叔面前装一下我的男朋友,这样我家人和四叔就不会再给我介绍对象了。 原来是这时,我看着叶子齐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不就是装你男朋友吗?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行,我现在就给我四叔打电话,叶子齐从口袋里摸出了电话,他直接就拨了过去。 四叔,我是子齐,我刚下班。 下午见面是吧?没问题,叶子齐对着电话说道,好,半个小时后,青云茶楼见。 包子哥,已经说好了,叶子齐上来挽着我的胳膊笑了笑,你可得装相点,到那可别给我露馅了。 没问题,我跟着叶子齐就朝前走去。 青云茶楼离我们这地方不太远,也靠着湖边,我俩一路上边走边说,溜达着就走到了青云茶楼的附近。 我远远地就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站在茶楼的下面,她不时地朝四周张望着。 叶子齐小声对我说道,包子哥,那就是我四神,你可别给我穿帮了。 放心吧,我看着叶子齐低声道,你可真够,露馍。 叶子齐朝我吐了吐舌头,接着她把身体往我这边靠得更紧了,她挽着我的胳膊就朝青云茶楼那边走去。 叶子齐身上穿的衣服并不多,她这一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身体的温度。 我不禁又想到了她那迷人的马甲线,我暗自咽了一口吐沫,叶子齐的身材真不错,要是回头能找个机会跟她那啥一下就好了。 我跟叶子齐很快就走到了青云茶楼的楼下,叶子齐看着那个中年妇女喊道,四神,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在茶楼里面等我们? 没事,我怕你找不到地方,四神看了我俩一眼,她满脸敌意地看着我问道, 子齐,这位是。 四神,她是我男朋友黄磊,叶子齐看着四神笑了笑, 我们俩是同学,我想让你和我四叔帮着参谋参谋。 四神看着叶子齐很不满意,你这孩子,你爸不是说你前段还没对象吗? 你要是有对象,四神就不掺和你这事了。 我朝叶子齐的四神看了几眼,她四神五官长得还行,额头烫了个大刘海,能看出来。 她四神年轻时候长得不错,现在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但是仍然风韵犹存。 我看着四神笑了笑,四神你好。 算了,来都来了,进去认识一下吧。 四神朝我点了点头,她撇了一下嘴说道, 子齐啊,找对象这是可不能儿戏,要靠实力说话,要不然你以后的日子可苦着呢。 四神,我知道了。 叶子齐应了一声,她挽着我的胳膊,我俩跟在四神的身后就进了茶楼。 四神带着我们直接走进了一个包间,我朝包间里一看,只见里面还坐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小女生。 那两个男人一个约莫有四十多岁,跟叶子齐的脸型长得有点像,那个男人估计就是叶子齐的四叔了。 另一个男人看样子,约莫在三十岁左右,那个男人长了一张圆盘大脸,上面的肉都是割里割大的, 她的肚子也非常大,我看着那个男人心里暗倒,叶子齐的四神也太不靠谱了,这个男人哪能配得上叶子齐。 旁边坐着的那个小女生大概有十五六岁,她跟叶子齐的四叔长得很像,我估计那个小女生应该是叶子齐的表妹。 叶子齐看着那个小女生说道,叶子文,你怎么也来了? 子齐姐姐,我今天学校放假,我老妈就让我一起来了。 叶子文看着叶子齐问道,子齐姐姐,你身边这个男的是谁啊? 叶子齐还没有说话,四神已经抢着答道,她是你子齐姐姐的一个朋友,小孩子家拿那么多废话,吃瓜子去。 子齐,和你朋友坐,叶子齐的四叔招呼着我们,这里都不是外人,大家坐下聊。 叶子齐应了一声,拉着我就坐到了旁边,四叔不满地看了叶子齐一眼。 子齐,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朋友,张红宇张老板。 张红宇看着叶子齐笑了笑,她急忙站起身,朝叶子齐伸出了右手。 叶子齐你好,我早就听你叔叔说过你,很高兴认识你。 张红宇这话说得很客气,叶子齐也不好伴她太难看,叶子齐跟她礼貌性地握了一下手。 你好。 叶子齐的四叔和四神见我穿得很朴素,他俩也不打算介绍我认识张红宇。 他四神直接看着叶子齐说道,子齐啊,我给你说。 张红宇张老板可是我们海鲜市场里的红人,人家做海鲜生意比我们家还要做得早。 而且各行各业都认识熟人,你要是跟张老板出了对象,那你以后可是直接掉到蜜窝里了。 四神,你这就太客气了。 张红宇看着四神笑了笑,我也就是比你们早做了几年生意,多认识了一些朋友而已。 张老板,您就别谦虚了,四神不停地拍着张老板的马屁。 您在我们江海县那就是人脉资源非常的广,那可不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学生能比的。 四神说这话的时候,专门瞅了我一眼,他看着我一脸不屑的表情。 我看着他揉了揉,子,有些无奈,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早知道我应该回家换身衣服再来。 现在搞得紫棋他,四神,以为我是来这蹭茶喝的。 我没有吭声,只有拿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茶。 叶紫棋在那里有些生气,他刚准备站起来发飙。 我放下茶杯,右手轻轻地拉了他一下。 叶紫棋看了我一眼,他强惹着怒气没有发火。 张红宇看到我拉叶紫棋的那个小动作,他有些生气,他的双眼跳出了一丝火星。 他看着我问道,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黄磊,我看着张红宇淡淡地说道。 他是紫棋的同学,四神看着张红宇急忙解释,他们都在江海县这里打工。 哦,打工,张红宇看着我笑了笑,黄兄弟,你在江海县这里打工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我看着张红宇平静地说道,一个月赚不了多少钱,混口饭吃而已。 黄兄弟啊,我给你说,现在这社会,要想赚钱多的话,得经常出来玩玩。 张红宇看着我得意洋洋地说道,你想想,男人要是不多认识点人,没有个人脉资源。 谁给你赚钱的机会啊,你得长在外面跑,方方面面的人认识得多了,赚钱的机会也就来了。 那时,那时,四叔在旁边也掺货了进来。 上次过年的时候,国税局的海鲜集装箱都是张老板给供的,光那一把就是几千个集装箱,那里面利润杠杠的呀。 这算什么,四婶在旁边也替张红宇脸上贴金。 我记得,有一次有两个混子来咱们旁边的店里导弹,张老板正好从那里经过。 他随便说了个名字,就把那两个流氓给吓跑了。 都是朋友给面子,都是朋友给面子,张红宇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看着我一副说教的模样,现在这世道,黑白两道都得有人才行。 前几天,我哥们刀疤刚从牢里出来,那天我还跟他一起吃饭呢。 出来混,什么人都得认识。 我听了张红宇的话很是无趣,我有心想走,可是那样的话,就太不给叶子琪四叔和四婶的面子了。 我满脸堆笑地看了看张红宇一眼,然后接着喝茶。 叶子琪坐在那里很想发火,她忍了忍,也没有说话。 子琪姐姐,我想去洗手间,叶子文看着叶子琪说道。 你这孩子,让你子琪姐在这聊天,四婶站起来说道,我陪你去洗手间。 四婶和叶子文走出了包间,四叔看着张红宇说道,张老板,我在江海县就不认识几个人,你以后得多带着我认识点人才行。 这个没问题,张红宇拍着胸口说道,都是小事,只要在咱湖心区的事,我基本上都能搞定。 我和叶子琪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他俩吹牛逼,一直没有吭声。 过了有一会了,四婶和叶子文还没有回来,叶子琪站起来看着四叔说道,四叔,我四婶他们怎么还没回来,要不我出去看看。 看什么看,四叔摆了摆手,在湖心区这块,能出什么事。 四叔的话刚说完,包间门就被人推开了,只见四婶头发乱蓬蓬地冲了进来。 他冲进来,就在那里大喊,还他爹,你快去看看吧,晚了闻闻都要出大事了。 我朝四婶看去,只见四婶不光是头发乱蓬蓬的,他的上衣那里也被人撕开了,扣子都掉了两三个,胸口那里也有点白花花的皮肤露了出来。 四婶的样子看起来很是狼狈,他刚才似乎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我们几个人全都站了起来,我和叶子琪对视了一眼,还没有说话,四叔就直接在那吼了起来。 还他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婶,你别急,张红宇也在那里安慰着四婶,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我在这,事情都好办。 你们别在那里,吕,四婶看着四叔吼道,赶紧跟我走,闻闻被几个流氓拉到其他的包间了。 他马的,这些臭流氓,四叔听了,直接就站起来朝包间门口跑去,他一边跑一边问,还他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红宇紧紧地跟在四叔的身后,我和叶子琪也跟在他们身后走了出去。 四婶站在那里又哭又嚎,我和闻闻去上洗手间,谁知道,我俩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从男厕所那边,突然走出来几个喝醉的臭流氓,他们几个站在那里调戏闻闻,我上去骂他们,他们一生气,把我和闻闻全都拉到了包间里。 我,我是拼了老命才跑出来的,四婶看着四叔哭道,闻闻现在还在那个包间里。 他骂的,感动我张红宇的人,张红宇站在那里大骂道,我让他们这些小流氓知道我的厉害。 四叔的个子本来就很高大,他感激地看了张红宇一眼,还他娘,赶紧带路。 闻闻在哪个包间? 四婶转身就带着我们朝前走去,没一会,我们就到了一个包间的外面。 四婶站在那里用手一指,还他爹,闻闻就在这个包间里。 张红宇看了一眼那个包间,他直接就把袖子给挽起来了。 他骂的,几个小流氓赶在这里耍横,我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张红宇直接飞起一脚,就把屋门给踹开了,他和四叔直接就走了进去。 四婶跟在四叔的身后,我和叶子齐站在最后面,四叔的个子还挺高。 他正好站在我的前面,他把我几乎完全都给挡住了。 我朝里面扫了一眼,只见里面有张麻将桌,在麻将桌那里有四个流氓正在打麻将。 有一个家伙背对着我们,那家伙看起来有些眼熟,他的耳朵上打了三个耳钉。 麻将桌的旁边有一个长条沙发,一个满头包扎着绷带的家伙坐在长沙发上。 那家伙正搂着叶子纹,纹纹在他怀里不停地反抗。 那家伙一边抱着纹纹,一边宁笑。 左耳,这个小妞还挺够味,等会老子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辣手催话。 我看着那个满头绷带的家伙一愣,他马得怎么这要巧? 没想到在茶社这里还能碰到刀疤脸这家伙。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四叔已经朝前走了一大步,他看着刀疤脸吼道,麻痹的。 你们几个臭流氓是不是活腻味了?赶紧把老子的闺女给放开。 四叔的个子本来就有些高大,他往前一走,正好把我挡得更严实了。 他吼那一下还挺有魄力的,那些流氓都朝四叔看去。 左耳直接站起来看着四叔,他骂的,你个老不死的东西,你混哪的。 左耳这一骂,他身边的那几个流氓也都纷纷站了起来,他们虎视眈眈的看着四叔。 四叔本来气势很牛逼,可是这几个流氓一站起来,四叔马上变得有点胆怯起来。 他看了左耳一眼,我我哪也不混,你们快把我的姑娘放开。 四叔说完这话,他求救般地看了一眼张红宇,张老板,你们这几个小流氓,是不是不想混了? 张红宇马上站到了四叔的旁边,可是他朝长沙发那里一看,他马上就呆住了。 刀疤哥,您怎么在这里? 刀疤脸坐在那里看着张红宇冷笑了一下,红宇,你现在可以啊,耍得挺大,都可以让我不想混了。 张红宇听了刀疤脸的话,他浑身都哆嗦了一下,他额头上的冷汗马上就下来了。 刀疤哥,这,这是个误会,你听我解释。 解释个求,刀疤脸直接打断了张红宇的话,没事赶紧给我滚。 我跟这小姑娘等会出去谈谈心,晚上就会让她回家的,你们赶紧滚吧。 张红宇看了看四叔,他转身看着刀疤脸说道,刀疤哥,这个。 这你娘的蛋,刀疤脸直接拿起旁边的一个杯子朝张红宇扔去,张红宇身子一躲,那杯子摔在墙上直接碎了一地。 你他妈的,是不是长脾气了?刀疤脸看着张红宇怒道,我让你他妈的,赶紧给我滚。 左耳站在那里看了张红宇和四叔他们一眼,他朝那三个流氓挥了挥手,没事,咱们继续做这打牌。 四叔看着张红宇问道,张老板,这是咋办? 四叔,咱们先回去张红宇看着四叔小声嘀咕着,这就是我刚从牢里出来的那个朋友刀疤哥。 四叔朝刀疤脸看了一眼,他浑身也哆嗦了起来,他虽然也很害怕,但是他却站在那里没有走的意思。 刀疤脸扫了四叔和张红宇一眼,不走是吧,不走也行,老子不介意多个观众。 刀疤脸说完,他重新坐到了沙发上,他一把就把叶紫纹给拉到了怀里。 叶紫棋看着那个场面很是愤怒,他可没管那么多,他直接就准备冲上去。 我拉了一把叶紫棋,我直接走出来冷冷地看着他们,把人给我放开。 左耳转身张口就骂。 放你马的放,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啊,在他骂的,吕献忧,烂。 左耳的话刚骂完,他看着,我却突然待在了那里,他牙齿哆嗦地说道, 累累哥。 左耳上次跟着刀疤一起在巷子里堵过我,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陈秃子他们给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陈秃子当时给刀疤说的话,左耳也听得清清楚楚,他看着我这个大人物。 牙齿在那里不停地打颤,他呆呆地看着我,剩下的话竟然说不出来了。 麻将桌上的另外三个流氓那天晚上也在巷子里堵过我,他们坐在那里看着我,他们都跟左耳一样地反应,双手在那里不停地哆嗦。 刀疤刚把叶子文搂在怀里,他正打算好好地调戏一下叶子文,好杀杀我们这群人的威风。 可是他突然听到累哥这两个字,他当时浑身就哆嗦了一下。 那天晚上在巷子里的教训真是太狠了,刚从耗子里出来就碰到了一个硬茬子,这才刚过去没几天,怎么又碰到这尊煞神了? 刀疤脸抬头看了我一眼,他马上松开了叶子文,他急急慌慌地站了起来。 他站在那里,朝我走过来也不是,坐下来也不是,他手足无措了一回,才在脸上憋出了一个很难看的笑容, 磊哥,您怎么来了? 妈,叶子文挖的一声哭了出来,他直接跑到了四婶的怀里,他抱着四婶就在那里痛哭了起来。 没事了,叶子齐在那里安慰着叶子文,有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们。 四婶有些茫然地看着叶子齐。 子齐,你的这个朋友。 四婶,我们先出去吧。 叶子齐拉着四婶说道,不要吓到子文了。 四婶本来还想多问几句,可是他朝叶子齐看了两眼。 他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他搂着叶子文就走出了包间,叶子齐一直紧紧地跟在他们的身旁。 四叔见四婶,他们出去了。 他看了我一眼,把胸膛一挺,站在我的身边。 张鸿宇看了看刀疤脸和我,他站在那里没有动。 刀疤脸见我没有说话,他看着我笑道,磊哥,您最近还好吧? 我最近不好,我看着刀疤脸冷冷地说道,刚才还有人要弄死我。 我看着刀疤脸很是生气,今天幸亏是我在这里,要是我不在这里的话,也许叶子文就被他们这些人渣给糟蹋了。 刀疤脸虽然去饭店和巷子那里堵过我,但是我以前对他并不是很生气,他是个混子,拿人钱才与人消灾,他来找我的麻烦也是为了生活。 可是今天这家伙直接惹怒恼了我,他妈的,道义有道,他如果心好心好的话,可以去KTV或者是喜悦中心,那里的妹子能让他不停地乐呵。 可是这家伙竟然对叶子文那种少女下手,这家伙的行为已经触动了我的底线。 我看着他很是愤怒,那一会,我把这家伙当成了一头野猪,一头祸害庄稼的野猪。 我脸色铁青地看着刀疤脸,要不是不想在叶子其他四叔面前暴露我的实力,我早就出手弄这些人渣了。 刀疤脸看着我铁青的脸,他满脸堆笑地说道, 磊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刀疤脸直接就把阴冷的目光看向了佐尔,佐尔被刀疤脸的目光一看,他急忙在那里不停地说道, 磊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这一次。 我看都没有看佐尔一眼,他这种小了。 静挥荡梦一处,一晃抢西来目促诺洞堂肠,灰心敌唤兮啊。 现在才知道错,刀疤脸恶狠狠地看着佐尔,现在知道错已经晚了。 刀疤脸抄起旁边的一个板凳就砸到了佐尔的脑袋上,佐尔,哀呦,一声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刀疤脸不停地用板凳砸着佐尔,他一边砸还一边骂,让你小子他妈的不长眼。 磊哥你也敢得罪,我今天就让你尝尝记性。 刀疤脸不停地砸着佐尔,佐尔抱着头躺在地上,他不停地发出哀嚎和惨叫声。 站在那里的另外三个听了佐尔的惨叫声,都一个个站在那里不停地站立。 张红宇看着刀疤脸那凶狠的模样,他也浑身直哆嗦, 他偷偷地朝我看了一眼,额头上不停地流下冷汗,刀疤脸都管这小子叫磊哥, 难道这小子竟然是隐藏在平民中的黑道老大? 张红宇想到自己刚才在一个黑道老大面前不停地吹牛逼, 他衣服后面到处都是冷汗,他差点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四叔则是满脸崇拜地看着我,没想到紫棋找的男朋友真不错, 这还真是真人不露像啊!要不是紫棋的男朋友,闻闻他今天可就惨了。 佐尔躺在地上,没一会就被刀疤脸给打得不怎么动弹了, 刀疤脸把凳子朝旁边一扔,他看着我问道, 磊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看都没看左耳一眼,我只是冷冷地盯着刀疤脸, 刚才你是用哪只手揉稳稳的? 磊哥,这,刀疤脸看着我很是为难, 磊哥,这是真是兄弟的错,您能不能放兄弟一马? 你哪只手揉稳稳的? 我看着刀疤脸冷冷地问道,说实话, 磊哥,我错了,刀疤脸没再说话, 他直接把自己的左手放到了麻将桌上, 他右手抄起旁边的烟灰缸就砸到了自己的左手上, 指一下,那个烟灰缸就碎成了几半, 刀疤脸虽然脸上疼得呲牙咧嘴的, 但是他没有哼一下, 我看着刀疤脸的样子倒有些佩服他, 好,是条汉子,这事就这样算了, 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谢谢磊哥,谢谢磊哥, 刀疤脸右手捧着左手, 他看着那些手下骂道, 还不赶紧把这没眼头的家伙给我抬出去。 刀疤脸的那些手下急忙抬起地上的左耳, 刀疤脸和他那些手下快步地走出了包间, 没意会就消失了。 张红宇看着刀疤脸拿烟灰缸朝自己的左手砸了下去, 他的脸色都变了。 刀疤脸那些人刚走, 张红宇就看着我说道, 磊哥,我刚才错了,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了我这一次。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张红宇笑了笑, 你没错啊, 你刚才说的有些话很有道理, 我们接着过去喝茶。 黄兄弟, 你和紫棋的事你放心, 四叔看着我急忙表态, 我一定给我老哥说清楚, 你人真不错。 我和紫棋的事不急, 我看着四叔笑了笑, 我们继续回去喝茶。 我们三个人重新回到了茶社的包间里, 叶子棋在那里安慰了半天, 四婶和叶子文的情绪都已经稳定了下来。 我们一走进去, 四婶就看着四叔问道, 还他爹, 事情怎么样了? 多亏了黄磊, 事情已经摆平了, 四叔朝四婶笑了笑, 那个打耳钉的被他老大揍的人事不行, 至于刚才那个欺负文文的家伙, 他拿烟灰缸朝自己的左手来了一下, 估计骨头都断了。 哼, 那几个臭, 就应该这样修理他们, 四婶看着我满脸堆笑, 黄磊, 今天幸亏有你在这, 要不然的话, 我们文文可就遭殃了。 四婶朝张红宇白了一眼, 有些人只会吹牛, 办事一点也不靠谱。 出了这档子事, 张红宇也没脸在这待下去了, 他看了我们一眼, 那你们在这聊,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这里的茶钱我来劫。 四叔和四婶也没挽留张红宇, 他俩坐在那里关心地问起来, 我和叶子琪的进展。 我和叶子琪被他俩馋得有些头疼, 我俩坐在那里又聊了一会, 就借口饭店有事, 然后我们几个人就离开了青云茶楼。 叶子文跟四叔和四婶走的时候, 他看着我笑了笑, 然后对叶子琪说道, 子琪姐, 你的男朋友好帅。 叶子琪听了叶子文的话, 他开心地笑了笑, 然后挽着我的胳膊朝饭店走去。 我俩一直静静地朝前走着, 都没有说话, 过了有一会, 叶子琪看着我问道, 包子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磊哥? 难道你加入了什么社团不成? 没有, 我用手刮了叶子琪的鼻子一下, 什么社团不社团的, 我就是个开饭店的老实人, 这你还不了解我? 叶子琪看着我好奇地问道, 那个刀疤脸为什么会那么怕你? 我不想把陈兔子这事告诉紫琪, 我怕说得越多, 紫琪越担心, 我看着叶子琪笑了笑, 是这样的, 前几天我和肉丸子出去吃宵夜, 当时这个刀疤脸不是带人去读我们吗? 当时我在巷子里, 直接就把他们给修理了, 我后来给肉丸子说, 肉丸子他不相信, 我就只得说是遇到了警察。 哦,原来是这样, 叶子琪点了点头, 怪不得那个刀疤脸, 他们看到你会那么害怕, 原来你前几天收拾过他们一顿。 不过这时, 你还是别会饭店说了, 我看着叶子琪叮嘱道, 省得下雪和肉丸子他们担心。 包子哥, 我知道了, 叶子琪看着我笑了笑, 我就知道, 包子哥, 你是最棒的。 我和叶子琪回到了饭店, 过了没一会, 下雪和肉丸子也来到了饭店, 他俩看了我们一眼, 也没多问什么。 我们饭店的生意, 最近一直不错, 那些桌子都是人刚起来, 就有新的客人做到那了。 有的客人为了吃我们做的米粉, 还专门站在饭店外面排队。 我站在饭店里, 潮生蒙海鲜那里看了一眼, 只见季空门那家伙站在饭店里, 一直阴险地看着我们。 我看着季空门那家伙的眼神, 心里很是隔应, 说实在的, 真刀得来我们饭店搞事, 我还真不怕他, 但是我就怕他和那个杜菲 跟我们饭店玩音的。 季空门见我看他, 他转身就回到了饭店里面。 我看了看饭店里吃饭的人群, 心里突然有一丝不安, 夏雪看我在那里发愣, 他看着我急到, 土包子, 你别在那里发呆了, 赶紧过来帮忙。 我应了一声, 就跑到餐厅那里帮忙送饭了, 那天晚上忙到很晚, 我们几个吃完饭回到公寓以后, 夏雪他们正准备回屋里睡觉, 我看着夏雪他们说道, 夏雪, 你们三个等一会, 我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土包子, 这一天都快累死了, 到底是什么事啊, 肉丸子看着我有些不满地说道。 一会就好, 我看着肉丸子笑道, 是关于饭店的事情。 饭店的事情, 夏雪好奇地看着我, 你快说, 到底是什么事。 我看着夏雪笑了笑, 是这样的, 我们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来饭店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些人都鱼笼混杂的, 我担心饭店里一些客人的财物可能会丢失。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夏雪看着我点了点头, 你说的这点我也想到了, 现在来饭店吃饭的人很多, 一些小偷也可能会混进来偷东西, 土包子,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说来听听? 我想这几天在我们饭店的四周安装一些监控, 这样万一饭店里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也有视频可以调看, 我看着夏雪说道, 像上次饭店那样, 万一遇到那些流氓找麻烦的话, 我们也有证据。 这个主意不错, 夏雪看着我赞道, 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在想安装监控的事情, 不过最近饭店里的生意一忙,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包子哥, 我同意安装监控, 叶子齐看着我说道, 不过我们饭店的地方太小了, 要是安装那种大监控的话, 我们饭店的内部会看起来很不好看, 我建议还是买那种小巧的针孔摄像头, 这样安装起来更隐蔽, 也更实用。 子齐, 你这个提议不错, 我看着叶子齐笑了笑,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打算安一些隐蔽的摄像头。 我有个提议, 我有个提议, 肉丸子在那里看着我们急到, 我们饭店的生意最近不错, 如果你们要是白天安的话, 那就对饭店的生意影响太大了, 要是安监控的话, 最好是晚上没人的时候去安, 这样对饭店的生意没啥影响。 肉丸子说得对, 下雪看着我说道, 现在饭店一天毛利都快两千块了, 要是安个监控耽误了生意, 就太不划算了。 这个我也想好了, 我看着下雪笑了笑, 我打算明天下午去电脑城买监控设备, 后天早上四五点的时候, 起来安装摄像头, 这样什么都不耽误。 土包子, 你倒是没问题, 人家安装监控的工人愿不愿意? 下雪看着我说道, 别到时候, 人家安装的工人还要加钱。 还找什么安装工人,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下雪, 咱们饭店地方那么小, 我自己干就行了, 估计饭店全部安完监控, 也就个把小时吧, 回来还不耽误睡个回笼觉。 土包子, 你会安监控, 肉丸子满脸不相信地看着我。 上学的时候, 我经常去学校门口的网吧玩, 那里的老板跟我贼他马的熟。 我看着肉丸子笑了笑, 那个网吧里的监控和电脑都是我帮着干的, 这活我路子熟着呢。 哦, 你会安监控就行, 肉丸子伸了个懒腰, 没事, 那我就去睡觉了呀。 等一下,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 这活需要个帮手, 你们谁到时候跟我去店里递东西。 这是你可别找我, 肉丸子看着我打了个哈欠, 早上正式睡懒觉的时候, 我可气不来。 我跟你一起去, 下雪看着我说道, 不就递个工具。 这活我能干, 你白天还得看店, 你就别熬了。 我看着叶子琪说道, 子琪, 要不你辛苦一下, 后天早上跟我去店里安监控。 行, 没问题, 叶子琪看着我笑了笑, 我以前练跆拳道的时候, 经常早上起来跑步。 那好, 这事就这样定了, 我看着下雪说道, 我明天下午就去买监控设备。 好, 大家都累了一天了, 赶紧睡吧, 下雪说完, 她伸了个懒腰, 然后拉着肉丸子, 就回到了屋里。 包子哥, 我也去睡觉了, 叶子琪跟我打了个招呼, 她也回屋了。 第二天下午, 我直接去附近的电脑城买了很多监控设备, 我买的是那种比针头稍微大点的监控, 那种监控设备非常好, 人物头像什么的, 看起来很清楚。 我把那些监控设备放到了公寓, 然后就去饭店上班了。 那天早上四点多, 我的闹钟刚响, 我就看到叶子琪屋里的灯也亮了, 我刚洗漱完, 叶子琪就端着茶缸也去洗漱了, 她很快就洗漱完回屋了。 我坐在客厅里等着她, 没一会, 叶子琪就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今天扎了一个马尾, 穿了一身的运动服, 叶子琪的身材本来就是娇小玲珑形的, 运动服往她身上一穿, 让她的身体看起来更加的苗条。 我站在那里看着叶子琪有些发呆, 她马的, 叶子琪的身材真好, 她要是个子再高一点, 那就绝对是一个国际模特的身材。 包子哥, 你看什么, 叶子琪朝自己的身上看了一眼, 我的衣服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 没有, 我看着叶子琪笑了笑, 我们走吧。 我拿起了地上的电线和监控设备, 接着我俩就走出了公寓, 天色还没有完全亮, 到处都是黑乎乎的, 附近的人都还没有起床。 我俩拿着东西就到了饭店的外面, 我打开了饭店的大门, 接着我俩打开灯, 就在那里安装起了监控设备。 我以前干过这活, 所以我的手把子比较利索, 也就是四十多分钟吧, 我就把那些监控设备都安装好了。 我在电脑上看了一下, 那些监控设备的效果很好, 叶子琪在电脑上看起来很清晰。 叶子琪站在餐厅那里, 她看着我问道, 包子哥,监控都安装好了, 咱俩现在就回去吧。 饭店外面黑乎乎的没有啥人, 我看着站在餐厅里的叶子琪, 那一回, 我心里的邪火突然就冲上来了。 他妈的, 叶子琪的身材真是太好了, 反正饭店这里也没什么人, 不行我就跟叶子琪在饭店这里那啥一下, 反正其他人也不会知道。 我看着叶子琪指了指上面的监控, 子琪, 你看那个监控的线接好了没有? 叶子琪抬头认真的看了看监控。 包子哥, 这个监控的线没有问题。 我走到叶子琪的身后, 我离她很近地问道, 那个监控的线, 真的没有问题。 我说这话的时候, 身子几乎都要跟叶子琪的身子贴在一起了, 叶子琪的身子哆嗦了一下,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包子哥, 那个监控的线真的没问题。 我把脸朝叶子琪那边又凑了凑, 我的嘴唇离她的耳朵很近, 我几乎是贴着叶子琪的耳朵说道, 我怎么觉得那个监控的线好像有问题? 我说这话的时候, 嘴唇还专门朝叶子琪的耳朵哈了一口热气, 叶子琪的身子一哆嗦。 她差点就软到我的怀里了, 她在那里低声说道, 包子哥, 天快亮了, 我们回去吧。 叶子琪虽然说要我们俩回去, 可是她根本就没有挪脚, 而且我紧紧地站在她的身后, 只要她身子一动, 就会跟我来个面对面, 我的呼吸有些沉重, 我喘着粗气看着叶子琪, 那一回, 我看着眼前的叶子琪, 觉得她很像一头美丽的小鹿。 我没有说话, 叶子琪也没有说话, 叶子琪低声地哀求道, 包子哥, 我们走吧。 不走, 我喘着粗气看着叶子琪, 只见叶子琪满脸红扑扑的, 她也在那里不停地轻轻喘息着, 她的两手有些茫然无措, 她很想回身看我, 可是她又不敢回身看我。 我看着叶子琪娇羞的样子, 心里那股邪火涌动得更厉害了, 小包子也在那里不停地蠢蠢欲动。 我想到了叶子琪的马甲线, 心里的邪火越来越厉害, 我喘着粗气看着叶子琪, 紫琪, 上面那个监控的线头好像不对, 叶子琪头都没有抬, 她在那里低着头轻哼了一声, 包子哥, 我看过了, 那个线头真的没问题。 叶子琪低头的样子, 直接就刺激了我, 我喘着粗气, 一把就搂住了叶子琪, 紫琪, 我现在就要你。 包子哥, 不要, 叶子琪用手在那里抵挡着我, 包子哥, 这里不行。 我想到叶子琪身上的马甲线, 推开了, 她直接站到了一旁, 她看着我说道, 包子哥, 你, 你刚才犯迷糊了, 我们回去吧。 叶子琪虽然脸上的红云还没有消退, 但是她双眼已经恢复了理智, 我看了她一眼, 想重新朝她走过去撩拨她, 可是她看着我坚定地说道, 包子哥, 我承认我确实很喜欢你, 可是你不能在饭店这里强迫我, 要不然,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叶子琪说的话, 口气很生硬, 我看着叶子琪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今天早上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我心里有些生气, 她马得, 该死地扫地老头。 叶子琪见我不高兴, 她站在那里安慰着我, 包子哥, 我回头会给你的, 可是现在, 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 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我给了你, 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和夏雪她们相处, 你别生气。 叶子琪这一说, 我的心里也舒服多了, 是啊, 如果我刚才跟叶子琪在饭店里发生关系的话, 那我回去怎么对得起夏雪, 夏雪为了我和她老爸闹翻, 我却在饭店里和叶子琪发生关系, 我她妈还是人吗? 我看着叶子琪笑了笑, 子琪, 对不起, 我刚才虫子上脑了, 所以, 没事, 天还没亮, 我们回去还能睡个回笼觉, 叶子琪看着我说道, 包子哥, 咱俩回去吧, 走, 回去睡个回笼觉, 我点了点头, 然后推开饭店的门, 就走了出去, 胡同里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 只有扫地老伯, 在胡同口那里, 静静地扫地, 我和叶子琪看了扫地老伯一眼, 我俩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们朝胡同口走去的时候, 扫地老伯看着我笑了笑, 走了, 嗯, 走了, 我跟扫地老伯打了个招呼, 然后带着叶子琪就走出了胡同, 叶子琪看到扫地老伯有点害羞, 她一直在那里低着头, 我跟叶子琪回到公寓就睡了, 我俩睡了一会, 中午十一点, 我俩就起来去饭店上班了, 我俩走进饭店的时候, 饭店里面还没有客人, 下雪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那个监控安得不错, 我刚才看了看电脑, 里面的人物都很清楚, 买的都是比较好的监控设备, 为的就是要有这个效果, 我看着下雪说道, 没事我去厨房帮忙了, 行, 你去忙, 我直接就去厨房帮忙切菜去了, 过了一会, 我就听到下雪在喊我, 土包子, 外面的餐厅比较忙, 你别在厨房干活了, 快出来帮忙, 好的, 我现在马上就去餐厅, 我应了一声, 接着就从后厨来到了餐厅, 今天来吃饭的人确实比较多, 我在那里忙了半天, 快到一点的时候, 吃饭的人少了一些, 这时候, 饭店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我朝大门那里一看, 只见季空门和那个鱼泡眼杜大哨走进了饭店, 我看了他俩一眼, 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他妈的, 这俩砸碎怎么来了, 我朝他俩看了一眼, 他俩的身后没有其他人, 我看着季空门笑了笑, 季老板, 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 黄兄弟, 咱俩就别客气了, 季空门看着我笑了笑, 说实在的, 你饭店的清蒸扇贝和糯米粉都很出名, 我今天带个朋友来你这尝尝先, 欢迎, 欢迎, 我急忙把旁边的一张桌子给擦了擦, 季老板, 您二位这边请, 季空门和杜菲也没客气, 他俩直接就坐到了那里, 季空门看着我笑道, 黄老板, 我来给你介绍, 这位是杜菲杜大哨, 同力集团的副总经理, 你要是把杜大哨给伺候好了, 那你以后可就笑了, 杜菲看着我点了点头, 接着他朝饭店里看了看, 当他看到下雪的时候, 他的眼睛在下雪那里停留了好几分钟, 他舔了一下嘴唇, 然后又朝叶子齐看去, 叶子齐白了他一眼, 没有搭理他, 杜菲看着叶子齐渐渐地笑了笑, 然后他咕咚咕咚地咽了几口口水, 我看着杜菲的样子觉得很恶心, 我真想一脚把鸭给踹到地上, 然后狠狠地抽鸭一顿, 可是这里是我的饭店, 虽然我看杜菲很不爽, 但是我不能那样做, 我看着杜菲笑呵呵地说道, 同力集团的杜大哨, 九仰大鸣,九仰大鸣, 我装模作样地跟杜菲打了个招呼, 心里却暗自盘算, 杜菲上次让刀八脸来对付我, 可是刀八脸接连被我收拾了两次, 这次杜菲亲自出马, 肯定他马得没安什么好心, 这家伙来我的饭店, 肯定是准备来阴我的, 可是他和季空门会怎么阴我呢? 我朝饭店里面看了一眼, 饭店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饭店里面吃饭的人并不多, 我心里暗暗打定主意, 去他马的, 等会只要小心点, 应该不会被这俩孙子给暗算了, 黄老板, 听说你这里的一菜一粉不错, 你就给我和杜少一人来一份吧, 季空门看着我笑道, 麻烦速度快一点, 等会我们还有事, 行嘞, 没问题, 我说完, 转身就去了后厨, 叶子棋朝季空门, 他俩看了一眼, 也跟在我身后进了后厨, 两份一菜一粉, 搞细致点, 别让季空门那小子挑出我们的毛病,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 季空门, 他这家伙怎么会来我们的饭店吃饭, 肉丸子看着我说道, 这家伙明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我知道他肯定是不安好心, 不过他现在来这里掏钱吃饭, 我们总不能不接待吧,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 你把饭搞精致了就行, 其他的是我来应付, 包子哥, 季空门身边的那个人看起来有点阴险, 你小心点, 叶子棋在我身后提醒着我, 那家伙是同力集团的恶少杜飞, 他今天就是来找我们饭店麻烦的, 我看着叶子棋说道, 不过他们就来了两个人, 应该掀不起什么风浪, 小心无大错, 叶子棋在旁边提醒着我, 我老觉得他们不是单纯来吃饭那么简单, 饭店里面现在也没多少人, 我小心点就是了, 难道我们见他们来了, 就关门不营业, 我看着叶子棋笑了笑, 没事, 一切有你包子哥, 包子哥, 那你等会小心点, 叶子棋还是有些担心, 他在那里叮嘱着我, 知道了, 我看着叶子棋笑了笑, 你现在跟肉丸子有一拼了, 也真够, 露目, 谁, 吕, 肉丸子不高兴地把两份扇贝放到了托盘里, 吐包子, 你先把扇贝给他们送上去, 好, 我端着托盘就走出了厨房, 我走出去的时候, 只见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也刚吃完饭, 他站起来颤颤巍巍地就朝门口那里走去, 我端着托盘朝记抠门他们走去, 那个老头的什么东西好像忘带了, 他转身就又朝座位那里走去, 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往旁边一让, 可是那老头似乎脚下不稳, 他的身体直接就朝我这边倒了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 那老头已经擦着我的身体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看老头倒在了地上, 我急忙把托盘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 老大爷, 您没事吧? 你这小伙子怎么走路不长眼啊? 老头躺在地上不停地惨叫起来, 我的腿, 我的腿好疼啊, 我看了那老头一眼, 他妈的, 这个老头跟记抠门, 他们是一伙的, 老子遇到碰瓷的了, 那个老头倒在地上不停地吆喝, 哎呦, 我的腿肯定是断了, 我的腿要疼死了, 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走路那么不小心, 干嘛要撞我呀? 老头在地上一吆喝, 饭店里正在吃饭的那几个客人也都站了起来, 他们在那里小声地嘀咕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个老板好像没有碰到这个老头啊, 哎, 新开的饭店, 估计是遇到碰瓷的了, 这个小伙子看样子要惨了, 他得被这个老头给额一大笔钱了, 那些吃饭的客人声音虽然很小, 但是在饭店里却很清晰, 我看着那些客人说道, 大家别走, 麻烦大家等会给我做个证, 这位老人家真不是我碰到的, 季空门和杜菲也站了起来, 他俩走到了老头的旁边, 俩人得意地笑了一下, 杜菲朝刚才说话的那些客人冷冷地扫了一眼, 都吃完了吧, 吃完饭就赶紧给我滚蛋, 那些吃饭的人看着杜菲有些气氛, 他们在那里小声嘟囔着, 这个年轻人是谁? 怎么这么嚣张? 长了个大鱼抛眼, 看到他的样子我就来气, 这个鱼抛眼, 肯定跟那个老头是一伙的, 饭店老板这下要惨了, 季空门见那些吃饭的人并没有走, 他咳嗽了两声, 在那里大声说道, 你们还不走, 我身边这位可是杜菲杜大哨, 等会杜大哨要是火了, 你们可吃不了兜着走, 那个鱼抛眼是杜菲, 那些吃饭的互相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急忙朝饭店外面走去, 你们几个等一下, 帮我坐了正在走, 我看着那几个吃饭的客人喊道, 可是那几个客人跟没有听到我的喊声一样, 他们都灰溜溜地走了, 杜菲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他宁笑道, 黄老板, 你就别喊了, 只要抬出我杜菲的名字, 没人敢站出来给你作证, 我恶狠狠地看着杜菲, 你他妈的竟然找人讹我, 嘖嘖嘖, 杜菲看着我得意地笑道, 黄老板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我看到你撞倒了这个老人家, 所以我站出来替老人家做个证, 至于老人的医疗费和营养费, 还有赔偿金的话, 我估计把你们这个饭店卖了, 也就差不多了, 杜少, 现场目击证人有两个, 季抠门站在一边看着杜菲笑道, 我也是目击证人, 我证明黄兄弟在送菜的时候, 撞到了这个老人, 所以黄兄弟应该负全责, 这是你们两个设计好的, 我看着季抠门冷笑道,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夏雪也走了过来, 他看着我问道, 土包子, 现在怎么办? 我还没有说话, 季抠门已经在旁边, 恩色了起来, 这还有怎么办的? 赶紧把人送医院吧, 土包子, 不能送, 饭店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肉丸子也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他看着我急到, 如果我们现在把老头送到医院的话, 那就表明, 我们承认这是饭店的过错, 到时候, 我们会负全责的, 哎哟, 我的腿, 我的腿就要疼死了, 老头躺在地上不停地惨叫着, 这时候, 饭店门口那里, 为了很多不明真相的街坊, 那些街坊看着饭店里的情景, 都在那里不停地议论, 饭店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说一个老头在饭店里摔倒了, 现在饭店的老板, 不想承担责任, 现在这些老板可真够缺德的, 他们也有老的那一天, 季抠门看着我得意地笑道, 黄兄弟, 你要是不把老先生送到医院也行, 反正老先生一直躺在地上, 对你的生意肯定会有好处的, 我看着季抠门横的直咬牙, 行, 我送老头去医院, 下雪, 给120打电话, 我看着下雪说道, 下雪应了一声, 他拿起电话就拨了出去, 吐包子, 120过一会就来了, 杜菲看着我冷笑了一下, 黄兄弟, 你这样才上道, 你放心, 至于赔偿的事, 我们会给你定个合理的价格的, 黄兄弟, 既然杜少开了口,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 季抠门站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安慰着我, 最多也就是这家店, 真不会让你多赔的, 我听了季抠门的话, 当时很想抽他, 他妈的, 老子现在只有这家店, 你们让我把店给赔了, 那我靠什么赚那一千万, 我看着季抠门冷冷地说道, 想让我赔钱, 没问题, 关键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哈哈, 季抠门看着我猖狂地笑道, 黄兄弟, 有个姓, 我们还是等老头进了医院再说吧, 别跟他那么多废话, 杜菲色咪咪地看了叶子奇一眼, 这个妹子, 你怎么称呼, 你老母, 叶子奇白了杜菲一眼, 转身就朝下雪那边走去, 杜菲碰了衣, 紫灰, 她站在那里并不生气, 她看着叶子奇色咪咪地笑道, 好, 这个小妞有性格, 我喜欢, 我们几个人在那等了一会, 杜菲看着外面有些着急, 寄抠门, 你去看看, 救护车怎么还没来, 是不是救护车找错地方了, 寄抠门应了一声, 她还没来得及出门, 只听一阵摩托的轰鸣声, 李秀妹的越野摩托直接就闸到了饭店的门口, 李秀妹带着摩托头盔就走进了饭店, 李秀妹走进饭店后, 她看着下雪就问, 下雪,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在那边, 下雪用手指了一下, 你过去看看吧, 李警官, 您怎么来了, 杜菲看到李秀妹出现, 她急忙迎了上去, 您今天不是休息吗? 你怎么知道, 我休息, 李秀妹狠狠地盯了杜菲一眼, 杜菲, 这个老头是不是跟你认识? 没有, 没有的是, 杜菲急忙摆着双手解释, 我跟季老板正好来这边吃饭, 然后就看到了黄老板把老头给撞倒了, 所以, 我俩就留在这里帮帮忙, 你俩来这里吃饭, 李秀妹看着杜菲冷笑, 季老板那么抠门, 她舍得去别人的饭店吃饭, 李秀妹朝地上看了一眼, 她直接踢了地上的老头一脚, 人赖子, 你就别在地上躺着了, 赶紧起来麻溜地给我滚。 地上那个老头看了杜菲一眼, 接着她看着李秀妹说道, 李警官, 我真的是在这家饭店被碰到了, 你可得替我主持公道啊。 碰你嘛, 李秀妹看地上的老头不起来, 她直接抱了粗口, 你这半年可没少碰瓷, 光在附近的酒店都讹了好几回吧, 你要是躺在地上再不起来, 我现在就把你给拘回橘子里, 跟你好好谈谈这半年你碰瓷的事。 老头被李秀妹一说, 她的眼中跳过了一丝慌乱, 不过这老头看了杜菲一眼, 她躺在地上咬牙说道, 我这次真的是被店老板撞倒了, 李警官, 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任赖子说完之后, 她在那里不停地毫了起来, 我的腿呀, 我的腿, 救护车, 李警官, 你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任赖子这一喊, 站在门口看热闹的那些街坊都不愿意了, 这个女警搞什么, 人家老头都被撞倒了, 她也不先给老头送医院。 这个女警看样子跟店老板认识, 她想让这老头跟店老板撕了,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她能对得起他冒言上的国徽吗? 杜菲听了那些街坊的话,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李警官, 你得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啊, 这里那么多的街坊看着, 要是你偏袒饭店这是传了出去, 对你的声誉可是有很大的影响, 就算您回头回了魔都, 那也是您从景生涯的一个污点啊。 李秀妹转头看着杜菲愤怒地说道, 杜菲, 你敢威胁我? 不敢, 不敢, 杜菲见李秀妹准备发火, 她急忙摆着双手笑道, 我只是提醒李警官, 您注意警务条例, 不要偏袒任何人。 李秀妹站在那里看了看地上的老头, 她又转身看了看附近的那些群众, 她站在那里有些为难, 这是她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确实会对她的警员声誉有影响。 李秀妹站在那里还没说话, 夏雪直接走了过来, 她看着李秀妹说道, 李警官, 我有话说。 李秀妹还没有说话, 杜菲已经在那里抢着说道, 美女老板,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夏雪看都没看杜菲, 她看着李秀妹, 李警官, 你跟我来一趟。 夏雪打开了杂物间的小门, 李秀妹跟在夏雪的身后走了进去, 没一会, 李秀妹就走了出来, 她冷冷地看着任赖子, 任赖子, 你就别在那里装了, 你跟我回警局路口供吧。 任赖子躺在地上看着李秀妹, 李警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腿都快断了, 怎么可能起来。 李秀妹看着任赖子冷笑了一下, 接着她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手机上面的视频, 清楚地显示着任赖子朝我道下去的画面, 任赖子看着手机上的视频, 他躺在地上, 不停地哆嗦了起来。 附近的那些街坊, 看着那个监控视频, 也都在那里纷纷议论了起来。 原来这个老头竟然是碰瓷的, 这下可有他好看的了。 幸亏这家饭店的老板装了监控, 要不然, 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最讨厌碰瓷讹人的了, 就应该把这个老头抓进去盼几年。 李秀妹站在那里, 冷冷地看着任赖子,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跟我回警局路口供吧。 任赖子朝李秀妹看了一眼, 她见李秀妹满脸冷冰冰的, 她急忙转身看着杜飞哀求道, 杜少, 这可是你出的主意, 你得救我呀。 你他妈的任赖子, 杜飞恶狠狠地看着任赖子警告道, 饭可以乱吃, 话不要乱讲, 你小子进去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要不然老子有你好看。 杜飞说完, 转身就朝饭店外走去, 季空门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杜飞看着季空门骂道, 你小子干的好事, 你他妈的不是说这个饭店没有监控吗? 杜少, 前段时间这个饭店确实没有监控啊, 季空门在那里不停地低声解释着,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时候偷偷摸摸装了监控。 杜飞和季空门俩人灰溜溜地走出了饭店, 没一会他俩就走出了胡同, 女警威武, 女警威武, 附近那些街坊都站在那里给李秀妹不停地, 长。 李秀妹朝那些街坊看了一眼, 她在那里大声说道, 好了, 没什么热闹, 可看的了, 大家都散了吧。 那些街坊被李秀妹一说, 都纷纷走了。 李秀妹冷冷地看着任赖子, 任赖子, 你在湖心区这片也讹了不少人, 这次人赃巨祸, 还有监控视频为证, 你就和我去警局走一趟吧。 李警官,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任赖子看着李秀妹声泪俱吓地哭了起来, 我家里有个傻儿子, 每天的医药费都得不少钱,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任赖子在那里哭得挺痛, 李秀妹看了看任赖子, 你有什么话, 可以去跟法官说。 我看着任赖子在地上哭泣的样子, 心里有些不忍, 虽然任赖子刚才准备讹我, 但是也许他真的有苦衷, 我看着李秀妹说道, 李警官, 要不这样, 这事就算了吧,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黄磊, 你错了, 李秀妹严肃地看着我, 这种人就是个老油条, 你今天放了他, 他明天就会出去讹诈更多的人, 对这种人绝对不能手软。 李警官, 我真的错了, 任赖子在那里不停地哭泣着, 我真的以后改, 我去找点其他的事情来干,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夏雪看任赖子在那里哭得也挺痛的, 他站在旁边劝着李秀妹, 秀妹, 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也许他真的改过自新了呢。 就是, 就是, 肉丸子也站在那里帮腔, 秀妹, 给他一次机会吧。 秀妹, 这事就这样算了吧, 叶子齐也在那里看着李秀妹不停地说好话, 他这样子确实挺可怜的。 那好吧, 李秀妹看了我们一眼, 既然你们这么多人求情, 那这事就算了, 任赖子, 以后你要记住好好做人, 下次如果你再落到我手里的话, 我绝不饶你。 一定, 一定, 任赖子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看着我们说道, 谢谢你们, 祝你们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 任赖子说完之后, 他转身就走出了我们的饭店。 李秀妹看着我们说道, 好了, 饭店这里没事的话, 那我就先回去了。 李警官, 谢谢你, 我看着李秀妹感激地说道, 有空来店里吃饭, 我请客。 有空再说, 李秀妹朝我挥了挥手, 他拿着摩托车头盔就走出了饭店。 越野摩托发出一阵轰鸣, 李秀妹转眼就消失在了胡同外面的公路上。 李警官来得真是太是时候了, 我看着李秀妹的身影感叹道, 什么呀, 夏雪看着我说道, 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给120打电话, 我直接给李秀妹打的电话, 所以秀妹才会来得那么快。 机智, 我看着夏雪伸出了大拇指, 夏雪, 这是你办得真是太好了。 这是其实还是你有远见, 夏雪看着我笑了笑, 你的监控安得真是太好了, 刚安上就被派上了用场。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夏雪, 凑巧, 凑巧。 你们就别说了, 肉丸子站在那里撅着嘴说道, 刚才那会真是把我吓得够强, 那个老头要是住院的话, 他能把我们给饿死。 肉丸子, 别激动,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叶子齐站在那里, 不停地安慰着肉丸子。 我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肉丸子撅着嘴看着下雪, 我要求今天晚上去吃烤全羊。 你就是个吃货,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吃。 土包子, 你这就说得不对了, 肉丸子看着我一脸不服气, 我这是去偷试。 我去那里吃完烤全羊, 马上就回来给饭店增加菜品, 这是必要的学习和交流, 你懂不懂。 偷试, 偷试,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 肉丸子, 你说得有道理。 下雪看了我们一眼, 今天被杜菲, 他们搞得心里很不爽, 我们就休息半天, 晚上找个地方去吃烤全羊。 爷, 肉丸子高兴地搂着下雪, 下雪, 我真是太爱你了。 叶子奇也看着下雪轻松地笑了笑, 休息一下, 也挺好的。 我没意见, 我看着下雪说道, 子奇, 你给刘盈打电话, 让她下了班过来找我们, 下雪看着叶子奇说道, 没问题。 叶子奇从口袋里摸出电话, 就给刘盈打了过去, 她说了几句, 就挂断了电话, 她看着下雪说道, 刘盈让我们先回公寓, 她一会下了课, 就来找我们。 我们几个走出了饭店, 我把饭店门一锁, 接着, 我们就回到了公寓。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刘盈就来到了公寓, 我们几个坐在客厅里商量, 去哪吃烤全羊好。 刘盈看着下雪说道, 这附近有个地方叫桃园山庄, 那的烤全羊不错, 不过那地方是个农家乐, 去那里的话, 最好是在那里住一晚上再玩一天, 你们不一定有时间。 肉丸子听了刘盈的话, 她可怜巴巴地看着下雪, 下雪, 要不我们多休息一天好不好? 大家最近这段时间那么累, 要不这样吧, 我们明天就在那里玩一天, 下午再回来。 下雪看了肉丸子一眼, 笑咪咪地说道, 下雪, 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肉丸子搂着下雪, 太棒了, 我们能多休息一天了。 下雪看着肉丸子说道, 肉丸子, 从桃园山庄回来以后, 我得看到烤羊排和烤羊腿 出现在菜单上。 没问题, 肉丸子拍着胸脯说道, 这两个菜我绝对搞定。 我们几个人收拾了一下, 带了点洗漱用品就出去了, 桃园山庄在江海县附近的郊区, 我们几个人打了一辆车, 然后就到了桃园山庄。 桃园山庄建在附近的一个山上, 那里的风景还挺优美的, 到处是桃树和礼树, 我们几个人走在桃园山庄里, 心情都觉得很愉快。 好了, 全羊应该烤得差不多了, 刘盈看着我们说道, 咱们回去看看吧。 全羊已经烤好了, 饭店的师傅见我们回来了, 他们就把烤全羊给我们送了上来。 我们几个人要了点啤酒, 就坐在院子里吃起了烤全羊, 饭桌的附近到处都是树林。 小风一吹, 那些树叶不停地刷刷作响, 让人觉得很惬意。 我们刚坐到那里吃了一会, 就见从外面走近了几个男人。 那群人, 中间有一个男人, 约莫有二十七八岁, 那人穿了一身夹克, 看起来还挺壮实的。 他看到刘盈双眼一亮, 刘盈, 你来这吃烤全羊, 也不喊我一声。 张虎, 怎么这要巧, 刘盈站起来, 跟那个男的打了个招呼, 这几个都是我的朋友。 张虎朝我们看了一眼, 他看到那张桌子上只有我一个男的。 他看我的时候, 眼里跳过一丝极度和仇恨的目光。 张虎跟刘盈点了一下头, 接着他跟那群人就坐到了旁边的一张桌子上。 刘盈看着我们解释了一下, 他是张虎, 是我们学校里的老师。 刘盈, 张虎是不是在追你, 肉丸子边啃着一个羊腿边说道, 我看他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 别瞎说, 刘盈看着肉丸子有些啄脑, 赶紧吃你的羊腿。 刘盈说完之后, 他朝我看了一眼, 我看着刘盈装目作样地笑了笑, 我的心里却很苦涩。 他马的, 刘盈的身材本来就比较好, 他去艺术腹中之后, 身材变得更有形了。 我本来还琢磨着, 什么时候去找刘盈探讨一下人生的内涵呢? 没想到, 现在竟然又杀出了一个情敌。 那一会, 我心里有些难受, 我端起啤酒杯, 直接喝了一杯啤酒, 桌子上都静悄悄的, 下雪和叶子棋都没有说话, 他们看出来, 我有些不太高兴, 只有肉丸子那家伙坐在那里, 不停地啃着羊腿。 我站起身, 看了下雪他们一眼, 我去上个厕所。 包子哥, 厕所在山庄的最外面, 你等我一下, 我也去, 刘盈也站了起来, 他带着我就朝远处的厕所走去。 我们朝前走了一小段路, 接着朝右边拐了一下, 下雪他们就看不到我们了。 我正准备朝远处的厕所走去, 刘盈却一把抱住了我, 他低声对我说道, 磊哥, 我好想你。 刘盈这一抱我, 我心里当时就热乎乎的, 我想到了坐在那里的那个情敌, 我心里一动, 去他马的, 不行, 老子现在就把刘盈在这里给那啥了。 我顺手也搂住了刘盈, 刘盈在那里低声道, 磊哥, 你想我不想。 想, 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顺口说道, 接着我低头, 就朝刘盈吻去,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刘盈急忙把我推开, 磊哥, 有人来了。 我俩装模作样地, 朝厕所那里走去, 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刘盈, 你没事吧? 我回身看去, 只见走过来的那人, 竟然是刘盈的那个男同事张胡, 我看着张胡心里有点生气, 他妈的, 这个傻逼竟然追刘盈都追到男厕所这里了。 刘盈看着张胡有些尴尬地问了句, 张胡, 你怎么来了? 没事, 我也有些尿急, 所以来上个厕所, 张胡尴尬地掩饰了一句, 接着这家伙就朝厕所那里走去。 我看着张胡的样子, 心里就明白了, 这家伙见我和刘盈单独来上厕所, 他怕我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家伙也急急忙忙地来这里上厕所。 我想明白了这点, 心里就更生气了。 他妈的, 老子在荒岛上跟刘盈那啥的机会多了去了, 当时老子如果想跟刘盈那啥的话, 早都那啥几百次了, 你小子算个卵, 敢来管老子的闲事。 磊哥, 厕所在前面, 刘盈深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先去了。 行, 我也直接朝南厕所走去, 我刚进南厕所, 就看到张胡那家伙恶毒地看着我, 他见我进厕所, 看着我凶狠地问道, 小子, 你混哪的? 我看着张胡淡淡地笑了笑, 哪都不混, 就是个做饭的, 怎么了? 做饭的, 张胡看着我恶狠狠地说道, 我警告你, 你离刘盈远点, 要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我看着张胡有点乐, 怎么个不客气发? 张胡握紧了拳头, 就准备朝我冲过来, 我俩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听刘盈在厕所外面喊我, 磊哥, 你好了没有? 张胡听了刘盈的喊声, 他收起了拳头看着我说道, 你小子给我等着, 有你好瞧的。 张胡转身走出了厕所, 我在厕所里叙叙了一下, 然后也走了出去。 我跟刘盈没在附近耽搁, 我俩直接就回到了考全阳那, 下雪看我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坐在那里问我, 土包子, 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了一条狗, 我看着下雪淡淡地说道, 狗, 我刚才怎么没有看到, 刘盈坐在那里说道, 没事, 来, 咱们大家喝一个, 我举起了啤酒杯, 我们大家都直接喝了半杯啤酒, 考全阳的味道还不错, 外焦里嫩的, 吃起来还挺好吃的, 我拿了一个羊腿, 刚啃了眉两口, 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刘老师, 这些都是你的好朋友, 你给我介绍认识一下吧。 我抬头看去, 只见张虎那家伙, 左手拿了一个杯子, 右手提了一瓶卢州老轿走了过来, 叶子棋递给他了一张凳子, 这家伙直接就坐到了那里。 刘盈看了张虎一眼, 虽然他有点不太高兴, 但是他还是把夏雪他们给张虎介绍了一下, 当介绍到我的时候, 刘盈高兴地说道,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磊哥, 没有磊哥就没有今天的我。 张虎看着我笑了笑, 磊哥是吧, 早听刘老师说过你, 来, 咱俩碰一个。 我看着张虎笑了笑, 接着端起了啤酒杯, 张虎看着我的啤酒杯说道, 磊哥, 你这可不行, 大家都是爷们, 应该喝白的才行。 我的酒量不行, 喝二两白的就晕, 我看着张虎有些为难, 我还是喝啤酒吧。 酒量不行, 张虎看了看我, 他心中很是得意, 他马的, 你小子受不拉几的, 老子我正好借着机会喝死你。 张老师, 你在学校号称谦卑不醉, 磊哥怎么能是你的对手? 刘盈在一旁阻拦道, 还是我替磊哥喝吧。 刘老师,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张虎看着我更得意了, 他看着我笑道, 磊哥, 要不这样吧, 我也不欺负你, 我喝一杯, 你喝半杯怎么样? 这样不好吧, 我看着张虎微笑道, 搞得好像跟我占你便宜似的。 没事, 就这样说定了, 张虎把我的杯子拿了过去, 他直接把杯子里的啤酒倒在了一旁, 他给我倒上了满满的一杯白酒, 接着, 他把杯子递给了我。 我接过了那杯白酒, 张虎又给自己的杯子里也倒满了白酒, 他端起杯子, 跟我碰了一下, 磊哥, 我一杯你半杯。 这, 我看着张虎还没说话, 张虎已经一仰薄, 把白酒全部喝了下去。 张虎把杯子朝我晾了一下, 磊哥, 我喝完了, 该你了。 我看着张虎淡淡地笑了笑, 接着我一仰薄, 把杯子里的白酒也给喝完了。 我朝张虎晾了一下杯子, 张老师, 我也喝完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 手故意哆嗦了一下, 杯子差点就掉到桌子上了。 我看着张虎说道, 张老师, 这酒精怎么有点大? 不大, 不大, 张虎看着我不停地笑, 磊哥, 咱俩再来一个, 这次你就别陪我了, 我喝完你一半。 张虎说完, 把我的杯子拿过去, 就直接又倒了一杯, 他接着给自己的杯子也满上了。 我本来是不想办这家伙难看的, 可是我看他咄咄逼人的样子, 心里也来气了。 他妈的, 跟老子拼酒, 老子从小就是喝红薯酒长大的, 你跟老子拼酒你算个卵。 张虎直接一仰博, 他把那杯白酒一口也喝下去了, 他得意地看着我, 磊哥, 该你了。 我这时候已经有点动怒了, 我二话没说, 直接端起面前的杯子, 一口也把白酒全闷下去了。 张虎看着我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他转身喊道, 再给我拿瓶卢州老叫过来, 下雪看了看张虎, 然后又看了看我, 他坐在一旁劝道, 张老师, 这酒就算了吧, 适量就好。 下雪, 你别管, 张虎的酒浸上来了, 他坐在那里看着下雪说道, 我今天要和磊哥喝个痛快, 我追求刘老师有段时间了, 可是刘老师平时见到我就冷冰冰的, 可是你看看刚才, 刘老师跟磊哥有说有笑的, 我心里不爽。 张虎真是喝得有点高了, 他这时候竟然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 张老师, 你喝多了, 刘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有些恼怒地看着张老师, 张老师,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刘老师, 你别管, 张虎这时候是谁的话也不听了, 他双眼直直地看着我, 磊哥,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个爷们, 你敢不敢再跟我喝一杯? 叶子齐和肉丸子坐在那里, 他俩本来还想劝一下的, 可是他俩看了看张虎那傻逼样子, 他俩都不吭声了, 他俩一个人拿了一块烤肉在那里吃了起来。 张虎的朋友又给张虎拿了一瓶卢舟老轿, 张虎手脚麻利地把我和他的杯子都满上了白酒, 他看着我说道, 磊哥, 咱俩再来碰一个。 行, 我看着张虎淡淡地笑了笑, 我陪你喝高兴。 我一仰博, 直接就把杯子里的白酒一口全喝了下去, 张虎见我喝了, 他看着我高兴地说道, 磊哥威武。 张虎一仰博子, 他也把杯子里的白酒一口全喝了, 他喝完那杯白酒, 站起来看着我说道, 磊哥, 好酒量, 兄弟我佩服你。 张虎这话刚说完, 附近吹来了一阵小风, 张虎被那风一吹, 直接就在那里嗷嗷地吐了起来, 饭桌附近到处都是他吐出来的乌乌, 我看了下雪, 他们一眼, 都吃饱了吧, 咱们回客房休息吧。 肉丸子手里拿着一个羊腿, 他双眼横横地看着贪坐在地上的张虎, 该死的家伙, 我还没有吃过饮呢。 张虎桌子上的朋友把张虎给架走了, 我们也住到了附近的窑洞里, 刘盈看着我有些愧疚地说道, 磊哥, 今天晚上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我看着刘盈笑道, 你的那个同事有点糊, 跟你又没啥关系。 那天晚上, 我们几个人就在桃园山庄的客房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 我们在山庄吃过早餐, 然后就在山庄那里溜达起来, 桃园山庄的面积还挺大, 在后山那里还有个射箭厂, 肉丸子看着那个射箭厂很是兴奋, 土包子, 快看, 射箭厂。 这时, 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磊哥, 有没有兴趣陪兄弟玩玩弓箭?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